大家好,我是屯門區議員民主黨盧俊宇, 也是前銀行金融法規調查主任, 大家最近都知道馬雅金服會來香港上市, 背後引申有什麼意思或意義在裡面呢, 其實我們見到這十多年都有很多中資企業, 藉著香港股票市場來做融資, 簡單那句內地業務將它在香港上市, 從中獲取相當利潤, 簡單再直接說,將內地業務賣盤, 賣了價值業務在香港上市, 將現金套回到內地, 當中涉及我們很擔憂內地資金是否乾淨的錢, 其實的確我們作為金融調查法規調查主任, 它角度是非常困難去搜查到, 調查到由內地來的資金, 究竟是否真是合規合法,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問題, 也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是一個非常潛在大危險, 就是會否成為由內地而來的資金的洗錢天堂呢, 第二就是究竟內地的業務, 其實是否真的有實質的經濟價值或現金價值呢, 很多時我們會擔心其實在內地的業務, 我們可能見到會否是過分地被吹噓一個很大業務, 或者價值是過分地大, 來到香港上市的時候, 究竟是否真的有相當業務或相當規模呢, 這都是我們擔心, 作為買金服今次其實我們見到, 其實內地其實無論在由以前的傳統銀行業務, 包括可能四大國有銀行, 到今時今日的一些電子付款系統, 其實都見到內地資金不斷在香港的經濟金融界進漸, 由傳統的銀行業務, 到今時今日的可能不同的電子付款系統, 我們都見到, 其實內地資金是想在香港不斷拿到更大的比份, 簡單那句是想壟斷更大的市場, 背後形成香港人被迫要去使用 內地的金融機構或內地支付系統, 背後其實亦都忍生究竟香港人那麽夠, 有沒有可以再選擇不同的銀行業務或金融系統呢, 這選擇性會少了, 而第二亦都令我個人覺得最擔心, 究竟在當中的交易或一些個人資料, 會否忍生會流到內地的金融機構, 或內地的監管機構呢, 這很涉及我們香港人的一些財政狀況, 個人資料都非常擔心, 最重要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大數據這個趨勢, 究竟其實會否香港人藉著在消費金融系統, 每一次的消費, 每一次的生活習慣, 諸而類似的數據都成為大數據, 是給到內地一個很大的市場或內地機構, 是影響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呢, 所以其實內地金服的上市, 其實人生背後除了上市是一個集資套現之外, 亦都對香港人的金融系統和消費模式, 甚至個人資料這些情況都是製造很大的危機, 其實對於這一輪見到很多經濟那麼差, 其實我們見到整個經濟在疫情, 甚至乎在這兩年經濟都是有向下滑的跡象, 但不見到那麼多內地資本的公司都來香港上市, 其實最主要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我相信其實內地是很缺錢的, 現在一刻到它藉著上市的情況, 是可以集資將它們的業務變演, 藉著這個變演過程可以拿到外匯, 甚至乎拿到不同的資本, 去拯救或者入到它們的省份, 或者它們的企業支持它們的企業, 甚至乎可能部份是一些管理層 是藉此套現,我們逐點那句叫cap水, 其實這個上市模式其實是很擔心, 是否完全影響到香港上市的健康, 和財政狀況,即是我們的投資者 一定要非常小心究竟內地的一些企業, 它們實質的業務和前景, 甚至乎背後其實它們做的會計, 甚至乎所有的稽核的情況, 是否真的合乎規格或者一個高質素呢, 我想這個是投資者未來要選擇 去做投資股票或者不同公司是很大的因素, 早前美國政府都點名, 對馬亞金服有一個監察或者警告, 其實背後引申到美國都有一個潛在看到的擔憂, 或者危險,究竟內地的資本, 無論在傳統銀行業務, 還是新興支付系統或者電子金融系統裡面, 是進展越來越大的比分, 背後引申其實除了在金錢以外, 其實是個人資料,消費模式等的大數據 和個人資料,其實也是美國, 我想其實不只買金服, 是早前TikTok事件都見到, 其實美國是很擔心它們內部的一些個人資料, 大數據的資料是外洩給中國的, 我看的情況其實未來美國也會繼續加強 有關監察和監控,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需要保護他們 每個地方的個人資料和大數據, 早前其實有報導講到, 美國有些機構政府機構部門 已經禁止由香港境內做IP, 上有關網頁搜查有關數據, 其實背後引申是美國開始實行保護主義, 保護他們的資料不是給境外人士搜查, 我相信這都是承接,剛才都講過, 無論是買金服還是TikTok事件, 其實美國開始緊張和感受到風險存在, 對他們內部機密些或敏感些的資料, 甚至乎有關他們的經濟數據, 不能輕易在境內的互聯網上有關網頁, 我相信其實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多, 因為始終都擔心在香港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中港人士, 藉著互聯網搜查美國的數據, 美國其實今次的措施其實都承接, 究竟他一直保護他們的國民資料, 個人私隱和經濟數據, 美國政府怎樣去評擊馬亞金服, 或者一些警告對馬亞金服, 其實背後引申希望, 我相信美國政府不希望香港人, 或者國際市場對馬亞金服, 存有很大的投資性在裡面, 這個舉措其實美國政府希望進一步打擊, 讓投資者甚至消費者客戶, 不要使用馬亞金服和投資在馬亞金服裡面, 再重申其實美國都感受到, 或者真真正正發現到, 其實由內地的資本市場, 引申出來的金融機構, 或者電子金融支付系統, 的確確在現在全世界製造很大的威脅, 所以其實美國開始種種的跡象, 在捍衛美國他們本身國民, 無論是財政狀況還是私隱資料, 其實都是希望打擊馬亞金服, 諸而類似的中資機構在全世界蔓延下去, 對於有傳媒或者有報導講, 美國這樣的行動打擊馬亞金服行動, 會不會最終令馬亞金服不能在香港上市呢, 其實最後馬亞金服不能在香港上市, 其實最主要是看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市場狀況, 究竟市值夠不夠, 即股票價格夠不夠, 是滿足到馬亞金服他們的投資者, 第二就是根本局證監會否批出上市令, 其實我想最大因素都是香港本土的範圍, 而不會因為美國因素而影響到香港上市, 反而美國消息會否打擊馬亞金服上市價格, 甚至市場股票價格, 我想這是大家日後可以留意最新的趨勢,